なんです 上次的編維 leben 分享是已經講完了 我們這學期的剩下的課程 會再回到憲性代數主題上 我們新興代數的主題裡面已經一開始開學的前一兩個月在講的舉證已經告一個段落 除了舉證之外,向量分析也是在工程數學裡面的代數運算方式很重要的一個技巧 所以我們剩下的課程就會針對課本裡面在講的向量分析 還有包括向量的這些所謂的計算的內容做一個說明 課本第七章如果你有課本的話可以對應看一下 第七章是在講向量分析的主題 主題主要會比較有相關的 可能需要注意看一下的是七之一到七之四的章節內容 這章節內容講什麼呢? 他講的內容其實主要是我們在應該是高中所學的這些座標的平面還有一些向量的定義 跟簡單的這些向量的試者運算 尤其他的這個內積外積的這些運算的一個方式跟他代表的物理上的意義 那因為這個內容就是跟我們以前所學的 就是高中數學所學的重複性比較大一點 所以這個部分內容可能請你自己找時間看一下 因為這個應該很簡單 我們就不再花時間去講了 所以第七章的這個內容 你可以找時間看一下 當然你如果覺得向量對你來講很熟悉的話 那你其實應該都會知道這裡面要講的一個東西了 好 那 所以我們第七章就講完了 就這樣 好 我們這學期的內容其實就剩下兩個章節 第七跟第九 然後我第七章講完了 我講完一半了 那我的這個壓力就比較小一點了 好 第九章 我們重點其實在第九章 第九章在講這個向量的這個比較 進階的一些計算跟他的運算 那這邊所講的這個計算 Calculus 它就是 其實就是微積分的計算的意思 所以這邊的這個計算 會講到向量的微分還有向量的一些 積分 那他所代表的 在工程上可以應用的一些 一些這個方面跟他的價值 所以我們主要要針對這個向量 就是這個代數的這個 這個 這個技巧的一個主題 是在於他使用在微分還有積分上面的一個 應用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是第九章 主要跟大家做介紹的 所以我們就從這個地九章開始來講 好 那 剛講那個第七章的這個內容 就是 如果沒有課本的話 你如果沒有課本的話 那就是 我們會把一些補充的資料 就是 一樣是這個 我整理了一些補充的資料 就比較 跟第九章的這個內容 有相關的這些 這些 資訊 在第七章裡面所講到 那我會把它一樣放到FTP上面 那你就是 再把它download回來 自己看一下就好了 好 所以我們 這個第九章的這個第一個單元 要講的是向量的這個函數 好 我們先來講這個向量函數的一個概念 好 那這個向量 應該大家都知道 向量它其實就是有方向性 那它的這個 這個字眼 是比對於 我們在數學裡面 有另外一個這個字眼 叫純量 純量就是一般的數字 或是變數 它是沒有方向性的 那如果這樣的一個數字 這樣的變數 或是這樣的函數 我們給它的一個方向性 就在空間裡面 讓它代表它有某一個指向 某一個方向的話 那它就變成是一個向量的概念 好 那既然常數變數 函數 你都可以去定義一個 這個這個所謂的方向性 或是在空間裡面 去把它的這個分布把它畫出來 那我們 對我們來講 比較會有 用的 或是會有相關的一個 這個概念 就是所謂的向量的函數 那函數就是一般的函數嘛 就是我們以前所學的 譬如說 Tonion of x 或者是這個什麼 某一個函數 X of t 或是Y of t 或是什麼Z of t 就是 隨著時間變化的一個 物理或是化學的量 那假如這個變化量 在空間裡面 它不同位置上 它的值也都不一樣的話 那這樣的一個 會隨著某個變數變換的量 這個函數 我們就會把它叫做 是一個向量的函數 那簡單來講 就是說 以前我們所學的這些函數 假如給它一個方向性的話 那就是 這邊所講的這種 具有方向性的這種 這種 這個函數 那就是所謂的 向量的函數 所以它的這個基本定義 就講的很直接 很簡單 先把這個基本定義把它寫一下 所以它的基本定義 就是在 這個空間裡面 那我如果有一個變數 變數T 那T是時間 當然T你不會覺得說它有方向 T就是一個存量的變數 那 假如對應這個T 你有一個向量叫做R 那換句話說 這個R 它這個向量 然後它是由T所形成的函數 那我們就會把R把它叫做是 單變數T的一個向量的函數 那 為了這個 就是簡單方便說明 所以我們這個章節裡面 所講那個向量的函數 都是以單變數的函數為主 那 因為這樣會比較可以 可以直接理解它所代表的一個意義 那當然以後可能 這個你如果碰到比較複雜的問題 或說 以後可能有機會去讀到 這個工程的數學裡面 跟向量函數計算有關係的一些問題 它可能那個函數的變數 會超過一個以上 那你只要記得 反正它 所代表的意義 就是這個 一般的函數 那只是在空間裡面存在 那它有方向性 這樣的一個差別而已 好 那這樣的一個向量函數R 它是 由T 的時間變數 所組成的 那我可以把它表示成什麼樣子呢 我可以把它表示的樣子 就是把它寫成 這個既然它是一個向量 那我就可以把它寫成是一個 就是我們以前所學的那個向量 是可以把它表示成三個方向的分量 就是這個 什麼 某個向量 然後等於X方向分量 然後乘上 X方向的那個單位向量I 然後Y方向分量 乘上Y部分的單位向量 叫做J 然後Z的單位向量 叫做K 類似這樣 那這邊同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R既然是一個向量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一樣可以把它表示成 它是有 譬如在三度空間裡面 它就可以寫成X方向的分量 然後跟這個 Y的方向分量 還有Z的方向分量 各自乘上它的單位的向量 把它加總在一起 那這個IJK就是分別代表 SYZ三個方向的單位的一個向量 那它前面的分量 就是IJK前面所佔的那個 就是 所謂的 前面會有一坨東西 會有一坨東西 那這坨東西我們把它叫做分量 那這個其實概念上就是 你就是把 因為這個函數它是具有方向性的 那你就是把那個方向性 在三個方向的部分把它拉出來去看而已 所以I的部分X方向的分量 我簡單來講就把它寫成X就好了 那因為 這個向量函數是 是會跟T有關係嘛 所以那個X一定應該是會跟T有關係的 也就是S of T 那J是Y部分的這個分量 那我就把它叫做小Y好了 那給它一個Y of T 那K的話是Z方向的分量 那我把它叫小Z Z of T 好 所以我的一個R 一個向量的函數啊 就可以寫成X I加YJ加Z乘上K IJK 對應的XYZ的分量 其實X跟Y跟Z就是 你把它這個 這個 以坐標軸的這個 這個方式來看 其實就是 在空間裡面的某個坐標的意思嘛 所以我假如把這個 R 這個向量函數啊 我把它畫出來 那我這邊 為了方便起見 我就畫二維的平面就好了 我假如把這個R 它的向量函數 在這個二維空間裡面 把它畫出來的話 那看一下它應該會長什麼樣子 那它應該如果是二維的平面 這個R就是XI加YJ嘛 然後X跟Y 在不同時間點上 它的值都不一樣 所以可能在T等於T0的時候 這個R在這裡 就是代表坐標啦 應該這樣講 所以T等於T0 譬如說我在這個地方 有個坐標叫做 X跟Y 然後是在T等於T0的這個地方 譬如這個點的坐標 叫做XT0然後Y的T0 那R是什麼呢 R如果你寫成XT0I加Y的T0J 在這個空間裡面會代表什麼意思 是不是應該代表它跟原點 所連接起來的這條直線 是不是代表這個向量的意思 所以這個R在T等於T0 所代表的概念 就是這個坐標點 你這個坐標點 然後跟原點 所連接起來的那條直線 的這個向量 這是T等於T0的時候 這應該可以啦 就是以前學向量 不是這個 後面點 剪到前面點的坐標 然後你就會變成是一個向量 那你現在後面 就是這條連接起來 這條直線 你這個尾端的點 是叫做XT0YT0 那這個頭 這個起點是 原點是00 所以這個中點 減到起點 所以這一條直線的這個 這個 向量就可以寫成是 X乘上I加Y乘上T 那這就是我們定義的這個R 就是X乘上I加上Y乘上J Y乘上J 好 那這是T等T0的時候 那假如 過了一個時間 譬如說 到T1了 那你可能X跟Y的值 就都會不一樣 到了下一個時間點 叫T1好了 那X跟Y的值 可能會跑到另外的一個 一個數值上面 譬如說 跑到這裡好了 X跟Y的值 跑到這裡 好 那這時候的R一樣的 它就是跟 這個 這個坐標點 然後跟原點 所連接起來的這條直線 這是你新的R 新的R 就是新的這個向量的一個函數 叫R of T1 好 那 依序 就是 你有T0有T1 然後你可能也有T2 就是不一樣的這個時間 那你可能在 圖形上 在這個坐標桌上 你的這個R 所指向的這個 這個方向 或是長度都不一樣 那就取決於 到底你的這個坐標的點 跑到哪裡去 好 那這個在數學裡面 對應的物理的意義是什麼 它對應的物理的意義 可以是這個樣子 譬如說你某一個物件 就是一隻蒼蠅好了 那在這個空間裡面飛來飛去 那不同的時間點去記錄它的位置 所以這個物件 或是這個東西飛過 或是走過了這個軌跡 這個軌跡 那這個物件 或是這條曲線 我把它叫做C好了 所以我們這個向量的函數 它在空間裡面所代表的物理意義 它可以是曲線C 或是這個物件 沿著這個 這個空間裡面 那所行進的一個軌跡的一個路線圖 因為你不同的時間點 你的那個R就可以指向 明確的一個方向跟一個位置 那這個明確的方向 包括明確的方向跟這個長度 那這個明確的方向跟長度 就可以告訴你 你的這個終點的那個 那個坐標在哪裡 那這是第一個時間點 那第二個時間點 可以告訴你 第二個另外的一個 終點的坐標是在哪裡 那所以這些的坐標連結起來 當然就可以當作說 你可能是 就是在描述某個東西 那在這個時間裡面 在空間中 所走過的一個路徑 或是一個軌跡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個向量函數 第一個應用 或是它所對應的第一個 這個物理的意義 就是在講這種 在三圍空間裡面的 這個物件的一個運動 那它所行進的軌跡 我們可以把它表示成 這個R 然後等於X乘上I 加Y乘上J 加上Z乘上K SYZ 其實就是代表 不一樣的時間所對應在空間裡面 不同的坐標點的位置 那因為這些點的位置 會隨著時間有變化 所以這個S跟Y跟Z 它就是時間的函數 好 所以這個是 這個向量函數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定義 跟它的一些說明 好 那既然 這個函數 它是 是函數 然後它的變數又是T 所以 這個 只要這個數學裡面 屬於到這個函數 然後它的變數 譬如是時間的話 尤其又講到這個運動 那就不免數的會 接下來就會希望把這個函數去做一些 微分積分的一個運算 尤其微分的運算 那它就會帶來很多的 這個進階的 這個物理上的一個意義 所以 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是 定義完這個向量的函數之後 我們會想要去看它的 微分上面的一個運算 因為它既然是一個函數 然後又是時間的函數 所以它的一次的微分 或是它的二次的微分 可能就可以代表一些 譬如說 運動的速度 或是什麼 加速度的這些概念 好 所以微分的這個操作 這個很簡單 這個我就很快的寫下來 要微分當然前提是 這個函數必須是一個連續的 就是以前我們微積分所學的 那個基本的前提必須要滿足 它是一個連續的函數 才可以被微分 那 所以這個連續的函數 那它微分的這個定義 就可以從這個 所謂的導數的這個定義 來去做一個說明 所以我假設這個R是一個連續的函數 那它的導數 就是這個derivative 就是微分的意思 der3的t der3的t 那在微積分裡面告訴我們 der3的t 其實就是ΔR der3ΔT的意思 當你的ΔT非常非常小的時候 就可以當作是一個微分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個der3的t 其實就是ΔR 3ΔT的意思 但是你要記得 這個ΔT是非常非常非常小 那這個它所代表的意義 就可以逼近是這個微分 所告訴你的一個結果 好 那這個ΔR是ΔT 所以你的分母是ΔT 然後你分子的地方ΔR 那ΔR是什麼意思 那ΔR當然就是 在一個ΔT的這個時間的間隔下 像這邊所畫的這個圖 你從A點跑到B點 時間時間非常短 經過的時間非常短 那這兩個點 它的這個R的這個差距 所以應該就是 這個ΔR應該就是 譬如說後來的時間 T叫ΔT 對應的這個R 然後減掉一開始的時間 就是T的這個部分的R 這是所謂的ΔR 所以這個一次導數 就一次微分的這個定義 就可以很快地把它寫成這樣子 這個不是新的東西 這就是以前微積分所學的 的這個理論而已 所以我們這邊大概也不會 額外的做一個 這個強調 就只是稍微看一下 好 那這個DR是T 那外觀 這個符號上就寫R'T 就一次微分 好 那如果把R把它當作是 剛剛所寫的這個式子 我把它展開 如果這個R是XI加YJ加Z 對T乘上K好了 那R'或是R3 對T 那應該就是 直接這個三個方向的分量 就是X對T微分 乘上I加Y對T微分乘上K 加Z對T微分乘上K 所以這個直接微分 就是裡面的分量去微就好了 這個你不用把它想的太複雜 就是像以前在做這個 這個函數的這個微分 的內容是一樣的 只是現在多了一個方向性 你記得把它的方向性 把它分清楚就好了 所以這一次微分 IJK 它的前面的三個分量去微就好了 好 那這是基本的 這個微分的一個定義 我們很快往下看 那跟這個微分有關係的 一些四折的運算 跟微分有關係的 一些基本的四折運算 這個我們也很快來看一下 那這個也都很簡單 那我們看一次之後 你就會記得了 這基本的運算 那就是這個 這個向量的相加減跟這個相乘 內積外積 如果碰到微分的話 它會變成什麼樣子 好 它有兩個向量函數 A跟B A of T A是這個T的函數 然後B是T的函數 然後它們都是向量函數 那它的相加減要做微分 當然你就可以 微完之後再做相加減 或者是相加減再做微分 都可以 就是它可以這個 有這個加乘性 這微分上面 的向量函數 是有它的加乘性 的這個性值存在的 所以這A跟B 相加減完之後的微分 那直接微完做相加減 它的結果是相等的 好 那如果說 這個 有的時候你可能會碰到 這向量函數 然後跟某一個 這個 另外一個函數 乘在一起 譬如說叫做phi好了 跟我的向量函數B 相乘在一起 要做微分 當然它如果是常數 這個就直接提出去 假如phi也是一個函數的話 這兩個函數相乘 然後要做微分 這個你就 這個 會稍微複雜一點 那這個 其實就是這個 以前所學的微分的定義而已 就是你就先對 就部分微分嘛 先對phi微 然後把這個另外的函數當常數 然後再反過來 對另外一個函數 那把原本的函數當作有常數 就好了 所以這phi乘上b 那phi的話 它是一個函數 而且它是一個存量函數 那不管它是向量還是存量 反正它只要是 由時間T 由這個變數T 所組成的 它來做微分的話 你就要把它考慮進去 所以這時候 phi是存量函數 它是這樣子 即使它是向量函數 譬如說這個A 變成A好了 跟B 這兩個函數 然後相乘 相乘要來做微分的話 那它的運算 一樣會類似像上面這個結果 好 那因為這邊 所講的函數是向量 所以它的相乘 其實就有分成是 內積跟外積 所以我們這邊先看的是 譬如說DOT 就是內積的部分 第三點先看這個內積DOT A到了B 兩個相乘的函數 內積在一起要做微分 那你如果覺得內積 它的會變成結果很複雜的話 那你就可以先分別把它展開 先對A做微分 然後跟B做內積 然後再加上 把A當作常數 然後跟B的微分 來做內積 就類似兩個函數相乘的一個 這個微分的一個展開 只不過你現在的相乘 就是變成內積而已 所以這個等次還是會存在的 這個在向量 兩個向量函數 互相內積的這個結果裡面 這等次還會存在 那不僅內積 外積 這是A dot B 那A cross B 外積的部分 它也是會成立的 兩個相乘的函數 它的相乘 它可以是外積在一起 A cross B 那一樣 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這個兩個函數 互相外積 那它的過程很繁瑣 就是 你就想說 那我就先這個 A來微分 然後跟B外積 那再加上這個B來微分的部分 跟A做外積的結果 那當然是可以的 就是它一樣 這個括號展開之後 會有這樣的一個性質會成立 好 這都很基本的 這是前面四點 好 那再講一個有相關性的 那這個 應該也很 容易可以理解 這個 這個圈入 因為講到微分 就這個難免會 運用到圈入 就是有時候 你那個微分的對象 不是直接 是你的這個函數的變數 譬如說這個A 雖然它是 由T 時間所形成的這個函數 但是有時候你可能會把它拿來 對另外的一個變數做微分 譬如另外的變數叫S 好了 那你沒有辦法直接微 你就要用這個圈入 先對T微 然後再乘上這個 T除以S 所以這個幾個基本的這個 微分上面的一個 運算 就是稍微看一下 這個可能之後會用得到的 好 那講完這些基本的 這個 相當函數 它跟微分相關的一些運算之後 那我們就要進入到 這個 這個微跟相當函數的微分 有關係的一個主題 那這個主題 我們剛剛就有稍微講過 就是剛剛在定義相當函數的時候 告訴你說 它在空間中所代表意義 可以是某條曲線器的軌跡 或是某個物件 它沿著這個整個空間在運動的這個路程 那既然講到運動 所以它應該就可能可以有這個所謂的 運動的速度啊 或是這個運動的路徑啊 或是這個運動的這個過程的加速度的這些 這些跟物理有關係的一些 概念可以被做一個衍生 那這些概念當然都是基於這個 所謂微分的一個操作所看到的一個結果 所以這個第二個主題要講的是空間中的一個曲線 就是這個曲線在空間裡面 那只要講到曲線跟空間 那你就記得 它應該就是會跟這個所謂的相當函數有關係 因為相當函數本來的定義 這個r叫做xi加yj加zk 它本來就是可以描述空間中曲線c的軌跡 好 那這個曲線c的軌跡可以當作是某個物件的運動 然後沿著這條曲線 好 所以假設這個r代表這個space裡面的一條curve 就是空間裡面的一個軌跡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我的空間裡面有這條曲線c 那我把它軌跡畫出來長這個樣子 那假如有個物件 有一個物體沿著曲線c在做一個運動 然後 所以這個r它所代表的意義 就是這條線所畫出來的 就是在這個時間點上面 可能這個物件停留在p點的位置 那這個p點的位置 跟原點連接起來的這條直線 就是所謂的r 就是所謂的這個 這個向量的函數 這個點 某個時間點所停留的位置 那跟原點連接起來的這條線的這個向量 就叫做r 好 那這個是在這個t等於t 這個t的時間下面 所看到的一個結果 假如這個時間經過一點點 你的物件可能跑到下一個位置 跑到q點來 假如經過第二條t的時間 你的物件跑到q點來 這時候的這個r 一樣的 就是 你的這個位置 然後跟原點所連接起來的這條直線的這個向量 所以這是新的r 這個新的r叫做r of 經過某個時間點 t加第二條t 所以p跟q的位置 對應的這個r 還有r of t加第二條t的這個位置 分別是代表這樣的一個結果 好 那 這是p點跟q點的位置 好 那這個 跟它對應的這個r的這個向量的函數 那我假如把p點跟q點把它連起來 連起來 這個p點跟q點連起來 的這條線 這條線叫什麼呢 就是我在不同的時間點 不同的這個位置 在曲線C上面 那把它連接起來的這條線 就是p跟q點連接起來的這條線 那這條線 你的起點把它當作p點好了 中點把它當作q點 那這條線它一樣也可以是一個向量 那根據這個向量三角形的關係 我的r of t是這條線 然後r of t加第二條t是這條線 那這條線是什麼呢 那這個向量的關係 告訴我們 這個向量加這個向量 會等於這個向量 它是一個三角形 所以這個向量 由p到q點的這個向量 它代表的意義會是什麼呢 這個p到q點的這個向量 我把它叫做delta r 那為什麼呢 因為p到q的這個向量 這個p到q的這個向量 我把它顯成這個樣子 就是起點p中點q 它其實就是 根據這個三角形的關係 它應該就是這個q點 紅色這條線的向量 減掉黃色這條線的向量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是一個r of t加第二條t 然後減掉r of t的一個結果 這是pq連接起來的這條直線的一個向量 所代表的意義 那r of t加第二條t減掉r of t 剛剛我們在講微分的這個導數定義的時候 就跟你講說 這個r of t加第二條t減掉r of t 其實就是在某個時間t 某個時間t的變化下 它的r的變化量 所以這個r 因為這兩個是r相減 它只不過是 前面的r是t加這條t 後面的r是這個t 所以這兩個r相減 它本來就是一個Δr 從這個微分的概念裡面 它就是一個 經過一個單位時間裡面 它的r的變化量有多少 所以在這個地方 p跟q的這個向量 我們從這個圖畫出來 還有對應前面所講的 那個一次微分的那個定義 它的結果應該就是一個Δr 就代表在這個短暫的時間 這個所經過下 這個物件從p跑到q點 連接起來只有直線的一個距離 所對應的這個向量 好 那講這個的目的在什麼地方呢 當然就是回來看一下 剛剛所講到的那個一次微分的這個概念 我們回想一下剛剛所講的這個一次微分的這個定義 就是這個rπ of t的這個定義 剛剛所寫的 一次微分的這個定義是什麼呢 這個rπ of t 一次微分的這個定義啊 剛剛所告訴你的 它其實就是抵R除以抵T 四微分 是這個抵R除以抵T 其實就是ΔR除以ΔT 當你的ΔT非常小的時候 所看到的一個結果 所以就是ΔR 這剛剛寫過了 除以ΔT 當你的ΔT非常非常小的時候 所看到的一個結果 好 那這個ΔR是什麼呢 就是那邊所寫的 ΔR就是在你的ΔT的時間間隔下 你的R的變化量有多少 所以是這個 R of t加ΔT 減掉R of t 好 這樣可以嗎 這是剛剛所寫的這個 一次微分的一個基本的定義 好 那這個一次微分的基本定義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對應剛剛那個圖 剛剛那個圖告訴你 這個分 分 分子的地方 這個R of 這個T加ΔT 減掉R of t 分子的地方 就是這個ΔR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在圖形上面 你經過這個ΔR的時間之後 這個ΔT的這個時間之後 然後你前面起點跟中點所連接起來 這條直線的這個向量 所以這個ΔR就是這個PQ的向量 所以我們上面的這個式子 對應那個圖形裡面 可以進一步的把它改寫成這個樣子 你的分母還是DR of t 那你的分子 你就可以把它寫成 它是一個PQ的這個向量 這個結果 這樣可以嗎 就是分子的地方 就是PQ的向量的一個結果 就是起點P跟中點Q連接起來的那條直線的一個向量 這是一次微分的定義 可以進一步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定義對我們來講的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在要去講出這個切線的這個概念 那這個一次微分的定義 就是這個等式的前提是你的時間的間隔非常非常短 如果時間的間隔非常非常短的話 你可以想像這邊 由P點跑到Q點的這個距離 應該P點離Q點就會非常非常的近 假如你的時間夠短的話 所以P跟Q點所連接起來的這條直線它的向量 是不是就可以當作是 P點這位置上面的一個切線的一個向量 如果說我的這個Q跟P離得很近的話 那我這兩點連接起來的那條直線 就可以當作起點P它的切線 就是它在圖形上 這個曲線上面它的切線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邊主要要說明的 第一個跟微分有關係的這個 這個在向量函數裡面的這個概念 是在說這個事情 當這個DRT很短很短的時候 那我在圖形上我所看到的結果就是 這個R的這個向量函數 跟R of T叫DRT的向量函數 它就會非常的接近 這兩個函數就會非常接近 那這兩個函數它分別代表的意義就是 P點的位置跟Q點的位置 R of T就是原本P點的位置 那R of T加DRT就是Q點的位置 如果你時間的間隔非常非常短的話 那它走過的距離就很短 所以這兩個點的位置就會靠得非常近 那這兩個點連接起來的那條直線 當然就可以當作起點的位置 P點它的切線的一個概念 那它連接起來的那條直線就是 什麼呢 就是ΔR 這邊剛剛一直在講 P跟Q所連接起來的這條直線的向量就是ΔR 所以這時候ΔR就可以當作是這個 所謂的切線 這個Tangent 9的一個概念 所以ΔR在圖形上面所對應的意義 它可以是P點的切線向量 只要你時間 那個間隔 時間那個ΔT非常非常短的話 那短到趨近於0 因為這是微分的概念 那這時候ΔR就可以當作是切線 就是這條 P跟Q的這條向量 就是P點的切線向量 那換句話說 既然這個ΔR 就是P跟Q的這條直線 在時間的間隔非常短的情況下 這條向量可以當作P點的切線的向量的話 那就代表它的 因為它原本是來自一次微分 這個R'T 那就代表這個一次微分 這個R'T 這邊的結論 在講這一點 代表這個一次微分 R'T 它在曲線上面 所對應的意義 除了微分本身之外 它還可以是一個切線向量的一個概念 所以一次微分 第一個物理的意義 就是切線向量 好 我們今天先上到這邊 再恢復 到這邊 我們來看 我們會把文件 começar的 一段 Biden 一段影片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 我們的以前